我們是利用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邊其實有一段就在第幾頁 第二頁的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是這邊 如果你要run的話特別特別小心 大瓜壺部分不要複製到 大瓜壺以外的部分複製 然後貼到哪一個呢? 貼到這個儲存格 姓名下面這個儲存格 然後大瓜壺怎麼產生呢? 記得按Ctrl Shift加Enter 那這個的話就是公式裡面所謂的執行陣列 陣列的話因為這個範圍全部都要找一遍 那等同有點像是在VBA裡面跑回圈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可以做出來 只是不推薦而已啦 那網路上其實也蠻多那種教學 就教你用陣列的方式去處理一些資料 是也OK 但是以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我自己習慣上還是用VBA會比較OK 怎麼說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已經寫好的 當然我們如果說今天要做的話 怎麼做比較簡單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先把這個做完的 我這邊的話就不要用那個 或者這邊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這邊叫VBA好了 兩邊可以比較一下 那這個範圍資料就可以把它刪除掉 我就不要用裡面的公式 那怎麼做? 開發人員裡面 VROBE一樣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模組我先做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比如說我先選了三班對不對 資新這個 三班就過來了 然後這邊的話一班 但是它有個小麻煩 變成說 可能你就是要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叫做班級 然後當我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它再把資料取過來 比如說一班對不對 你先切一班 然後按班級 一班就過來了 那你再切二班 二班就過來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用VBA怎麼寫? 首先一切到VIOBASIC 二的話 我們一樣在這邊 撰寫的方法非常簡單 首先的話 我們先寫一個回圈吧 這個回圈的話 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幾列到第幾列? 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其實底下的話 再做一個邏輯判斷就OK了 第一個先確定它的範圍 第二個的話 就把這個儲存格 跟這邊的每一個儲存格做比對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就把分別找到的這個資料 再幫我複製過來就OK了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先跑一個回圈 第二個的話 我們一樣有EF EF什麼呢? 哪一個儲存格? 我那個H2的那個儲存格 所以Range 我用Range就好了 固定的位置 如果RangeH2等於什麼呢? 等於Sales的ID的哪一欄呢? A欄 如果它兩邊是Match的話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把資料複製過來 那怎麼複製呢? 剛剛我講過 如果要把這個 這個是Sales的B欄 複製到這裡的話 特別是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這裡 那記得喔 這邊要把它寫在前面 這邊要把它寫在後面 應該有這個概念吧 如果你的概念有的話就很簡單了 所以你就打什麼? 先寫要放哪裡? 放這個 這個的話叫Sales 第幾列呢? 第五列的G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B欄 同一列的B欄 那我習慣上是把這個 Sales的I列的A欄 複製過來之後把它改成B就好了 那底下的話當然喔 還有BCDE嘛 所以後面的話 那後面少一個雙引號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有BCDE 放到GH IGH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複製的吧 然後BCDE嘛 應該這個是簡單的 有點像複製貼上的感覺 然後GH I J 但問題來了 這個5的話 如果你現在去執行的話 它永遠都放在這裡 所以你希望放一個之後 下一個就放6 下一個放7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跟剛剛有點類似喔 怎麼樣? 上面先多一個什麼? K等於5 然後把這邊改成多少? 改成K嘛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K太好用了 真的 我發現這個K實在是太棒了 然後後面的話 怎麼樣? K等於K加1 誒 乘是寫完了 OK 所以喔 其實這個K的用法 我發現真的蠻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的 知心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現在二斑 所以它比對如果二斑的 一個一個比對 比對完之後幫我搬過來 二斑只有兩個 那當然再來的話就是三斑好了 這邊有按鈕 按一下 三斑 一斑 OK 沒有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這樣如果跟剛剛的那個 Excel裡面的公式比起來 我覺得這應該比較簡單 應該簡單還蠻多的 有沒有 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部分可以再強化 哪個地方呢?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今天把這個流年好 這個範 其實除了是四個儲存格的話 它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範圍喔 所以如果今天我不寫四行的話 其實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行 因為我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什麼? 範圍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將來我不要儲存格四次的話 那我其實可以一次就過來了 但是一次過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還蠻重要的喔 你可以用Range裡面的 點Copy的方法 就可以了 放到你應該放的 但特別注意喔 Range點Copy的方法 記得喔 第一個 你要複製的來源一定要範圍是完整的 那你要複製的目的儲存格 只要跟他講哪一個儲存格開始就可以 他會自動幫你從這個 往右邊全部把它放到滿 OK 至於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因為未來會有蠻多地方 可以用Range點Copy的方法 就可以把大範圍的資料 全部通通幫我把它做資料合併 有沒有 你拿這一塊 或者是你有很多個工作表 你要把它合併在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就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完成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 但第二個的話 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很麻煩耶 這樣下拉清單還要再按一下 這樣感覺喔 還有一個地方 一般OK 可是二班好像不OK 二班為什麼不OK 這個兩個啊 為什麼底下 所以特別是說 可能你還要在前面 在這個上面多寫 一行 哪一行呢 整個範圍先清空 如果沒有清空的話 舊資料會佔 那我建議是用Range Range的話 你可以用G... 應該從G5吧 到哪裡呢 到J1的應該到12吧 整個資料呢 都幫我做什麼啦 清楚 所以點什麼啦 點Clear Clear Contents 這樣比較OK 所以可能要再加這個 清空舊資料 這樣的話 他就先清空 然後再放新資料 這樣比較沒問題 OK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說 同學說 老師可不可以不要按按鈕啊 這個好像多一個動作 我可不可以 當這邊變更的話 他就自己去幫我執行這邊的Sub 而不需要多做一個動作 那該怎麼辦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利用VBA 不要用Excel的函數 怎麼樣可以把資料幫我搬過來 柯